大家好,歡迎來到術桿實驗室,我是以薇 這一年來我們都在對抗疫情 歷史上發生過好幾次類似的大規模傳染病 今天我們想介紹幾位了不起的數學家 他們在幾百年前就運用了數學來戰勝疾病 首先,第一位是丹尼爾·白努力 大家會認識白努力這位科學家 多半是因為他的名字聽起來就像是白努力 而他對知名的成就 白努力定律對飛機的起降非常重要 他的天才甚至招來爸爸約翰·白努力的季度 他出版了《流體力學》後 爸爸抄襲書的內容出了另一本《水力學》 還假造完成日期比《流體力學》早了兩年 有這樣的爸爸真的也是很頭痛 不過丹尼爾·白努力的天才可不只顯現在物理領域 他也是第一位使用數學模型研究傳染病的人 現代人對天花的恐怖大概沒有什麼感覺 可實際上一直到五十年前 全球每年還是約有一千五百萬人感染天花 至少兩百萬人死亡 可說是折磨這個世界上千年的疾病 而且即使痊癒了 天花鬥家也會在痊癒者身上 留下無法磨滅的瘡疤 這麼可怕的疾病 究竟是怎麼根絕呢 沒錯 正是靠大家所熟悉的疫苗 不過當時接種天花疫苗有不小的風險 以英國為例 約897人接種天花疫苗 其中17人不幸喪命 顯然 接種天花疫苗的高死亡率 讓不少人打出糖果 畢竟 不打疫苗不一定會生病 可是如果打了疫苗 就得面對 將近2%的死亡率 前面講到丹尼爾·白努力 他曾經學過醫術 自然也知道天花疫苗的價值跟高風險 他不禁好奇說 人們到底值不值得冒整個2%的死亡風險 去接種天花疫苗呢 於是白努力建立了一個數學模型 試算出來說 如果接種天花疫苗 對人群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他將人們分為 易感染者和感染者 易感染者是對天花沒有免疫力的人 未來可能會感染天花 而感染者中有一定機率會死去或痊癒 年紀越大 死亡率越高 試算經過一段時間後 會剩下多少人口 當時天花的死亡率大約是13% 感染天花的機率則不容易得知 但白努力 發揮他的數學能力 利用每年天花的死亡人數 估算出這個數值 他的結果發現 如果一出生就接種疫苗 平均壽命會延長3年 能活到25歲人口 可以從43% 提升到50% 儘管 個人有風險 可從整個數據來看 疫苗對全人類是有大幫助 白努力說 對與人類福祉息息相關的問題 在做決定之前 應該要參考 所有只需要一點點的分析跟計算 就能取得的完整知識 我們在面對令人恐懼的疫情時 常常會仰賴情緒 跟直覺去做判斷 白努力給了我們一個很棒的示範 越重要的是 越該深入思考 理性分析 才能做出正確的決策 大家對鼠疫的印象 大多來自歐洲中古世紀的黑死病 造成了歐洲當時 3到6成的人喪命 可鼠疫帶來的死亡因 並未止於文藝復興而已 如同本次 新冠病毒在印度大爆發 甚至演化出Delta變種病毒 當年的鼠疫也是如此 1896年8月 一艘船 抵達印度門戶夢買 將黑死病的惡夢 帶到這座 潮濕悶熱的城市 鼠疫在夢買迅速擴散 主要是因為這座城市的排水系統 設計不良 天氣又很濕熱 街上到處都是水蛙 成了老鼠跟跳蚤的天堂 在這樣糟糕的衛生環境下 鼠疫迅速蔓延在這座 80萬人的大城市 為了阻止鼠疫散播 英屬印度政府 做了跟現在差不多的政策 疫調 隔離 他們動用了軍隊來搜索 隔離任何有鼠疫症狀的人 和接觸者 強制要送到醫院跟隔離營 但是呢 當時的英屬政府 相當腐敗 有些人在隔離騎馬之後 回到家一看 竟然發現 自家被官員趁機洗劫 還有些被拆除或焚毀 因此連帶產生了許多的抗爭事件 總之呢 印度人飽受鼠疫帶來的一連串折磨 長達了10多年 然而也是在最黑暗的地方 誕生了人類 往後對抗傳染病的強力武器 SIR傳染病模型 發明SIR模型的是一位醫生 安德森·麥肯德里克 雖然他是一位醫生 可是對數字向來很感興趣 有人就曾經讚美他說 他是一位聰明的業餘數學家 比起許多專業人士 有著更深入的洞見 當時 麥肯德里克在印度新醫 從事研究 他終日 觀察鼠疫的感染人數趨勢 在那個時代 沒有電腦 當然也沒有Excel 可是麥肯德里克 超級有耐心的 他手抄 記錄下 所有的相關數字 在繪製成圖表 然後 他就發現說 這些圖表竟然跟我學過的某些數學函數 長得很像 他帶來這個想法 回到英國 跟生化學家 威廉·克馬克 一起去進行後續的研究 分析染病人數 存活天數 等等的數據 他們參考了100多年前 有一位數學家 為了研究天花 而提出的數學模型 沒錯 就是我們一開始提到的 白努力 疫情跟數學 將這兩個人 穿越時空 連結在一起 基於白努力的成果 以及在印度 收集到的大量數據 邁肯德里克提出了SIR傳染病模型 他將人群 分為 易感染者 感染者 跟康復者三種 這個數學模型 成了日後 公共衛生領域中 研究分析 傳染病的重要基礎 許多人 在這一年來 應該都多少聽過 印度數據中 至少1000萬人 因此喪命 過去的悲劇 無法扭轉 可是 人類最終能從這些 慘痛的經驗中 學到 如何預防 跟減少未來的犧牲 並將結果 用數學模型 完美地呈現 1831年 還是學徒的約翰·斯諾 目睹了倫敦 第一次 霍亂大流行 眾人 恐懼奔逃 在他心中 落下了深深的陰影 從此之後 他就開始研究 霍亂這個疾病 20年過去 斯諾成了醫生 倫敦再次爆發霍亂 這次疫情 發生在倫敦的蘇荷區 斯諾接到消息之後 立刻前往這個 疫情最嚴重的區域 沿途上 他聽見人們在竊竊私語 你聽說了嗎 蘇荷區那邊 有人死掉了 天哪這是第幾個 每次經過那裡 就會聞到大便 跟食物腐爛的味道 一定是那些臭氣 讓他們生病 聽到這樣的對話 斯諾忍不住搖搖頭 又來了 又是所謂的 瘴氣說 斯諾發現說 霍亂一開始的症狀是 嘔吐跟腹血 如果霍亂是經由空氣傳染 那應該症狀先從 鼻子跟肺部開始 而不是從腸胃 他認為霍亂是經由 嘴巴傳染 問題很可能出在水源 但是該怎麼驗證呢 大家喝的水 看起來都是透明的 根本看不出什麼端倪 於是 他向倫敦的戶籍登記處申請 收集了30萬筆的資料 結合自來水公司的數據 發現說 引用A自來水公司的人 死於霍亂的機率 是 B公司的8.5倍 這個正是所謂的 隨機對照實驗 一直到20世紀 初期 統計學家才確立這樣的實驗機制 當時 斯諾靠著 對數學的敏銳度 就自己想到了這種方法 之後 斯諾進一步調查 發現原來 A公司是取用泰武士河下游的河水 當時的人們習慣把 化糞池的水 倒到泰武士河裡面 人們再去引用這個被污染的水源 自然就容易染上疾病啦 斯諾在1849年發表了一篇論文 霍亂的傳播方式 去解釋這一切 但很可惜的是 發人問驚 這一次 斯諾決定仿效之前的做法 到疫情最嚴重的寬街 挨家挨戶的詢問 你們家 有沒有人生病呢 你們家 喝的是哪家公司的自來水呢 只是 這個調查 並不順利 因為 許多人的水費 是直接交給房東 根本沒有收過帳單 不知道 自己是哪間公司供水的 好在 斯諾注意到說 如果自來水公司不同 則水的鹽份含量也不同 只要遇上這個 不知道供水公司的人 他要直接向對方 要一小瓶水 帶回去做檢測 在東奔西走的調查下 斯諾發現 霍亂的死亡案例 幾乎都引用了 寬街的公共幫浦 即使是住比較遠的住戶 也經由家屬證實 他們經常到寬街的幫浦取水 不僅如此 他還發現說 同一條街上 有一個雄獅釀酒廠 居然沒有一名工人 磊礦霍亂 因為喝酒可以防止霍亂嗎 當然不是 原來 這座工廠有自己 獨立的水井 斯諾 將收集來的個案數據 標示在地圖上 做成一個很特別的統計圖表 地圖上 有許多條黑色的柱狀 代表 該戶住家 因霍亂死亡的人數 這清楚顯示 霍亂集中在 寬街的公共幫浦周遭 而這張地圖 後世給他取了個名字 稱之為 死屍地圖 透過這張地圖 霍亂的傳染途徑 就很清楚了 9月7號 斯諾將這個調查結果 告知 聖詹姆斯郊區委員會 隔天就移除了 這個寬街的幫浦手把 避免人們 再去飲用著有問題的水 斯諾調查方法 成為現代流行病學的發端 他也被尊稱為 現代流行病學之父 人們在寬街幫浦的位置 放置了一塊石磚 紀念他的貢獻 附近呢 也有一間 以約翰斯諾命名的酒吧 有機會到 倫敦玩的話 只要在Google map上面 輸入 John Snow Water Pump 就能找到 寬街這個 象徵 現代病理學起源石磚 以及被拆掉手把幫浦喔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介紹 歷史上的 防疫數學三節 面對未知的疫情 用理性 以及我們已知的知識 去尋找對策 這個就是 數學在生活中的真實應用 新冠疫情終究會結束 但在未來 人類有可能會面臨 更多的天災 人禍 如果我們都能 好好地 掌握數學正面盾牌 那即便世界如何變動 我們都有信心 知道 我們還是可以扛過去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還想看到更多有趣的數學家故事 歡迎訂閱數感實驗室頻道 分享給愛聽故事的朋友吧 那數感實驗室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